隐秽小卡片总是神出鬼没的时不时出现在街头宾馆酒店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9点 江西南昌警方抓获了一个长期在各大酒店旅馆发放黄色小卡片的违法人员 这是1月4日晚上10点14分 嫌疑人在城市便捷酒店的各客房门口塞卡片的画面 第二天民警在这家便捷酒店蹲守 果然嫌疑人又来了 将他现场抓获 然后随机在他身上收出这个黄色卡片落干账 精神训嫌疑人姓李 1993年出生 来自平乡上立县 去年开始在南昌打短工 没有固定职业 结交一些网友后 被安排其共享单车到南昌城区各个酒店 发放黄色卡片 每天的报酬是200元左右 你卡片是哪里来的 卡片就是别人给的 谁给的 我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认识 对 就是他们就是交个微信 微信的话就是上头 然后就是订点 订点给我 他们就是把卡片藏好 我们对大家询问说 自己 他自己缺钱 然后也没什么 自己有什么技能 然后说这个来钱快 就想不劳而获 李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据了解 李某在12月份的时候 也曾因为散发 涉皇招票卡片 被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 行政处分过 这次又因为这事被抓 警方将对他从众处理 由此警方也提醒大家 一旦在酒店住宿 发现房门有 类似的涉皇小卡片 请注意遵守法律